大家好,我是比特币投资,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YouTube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投资,去过脸书都会比相关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了选择就第一集的酒菜,有种顶级的思维就做某位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关注投资,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输出后币是一个比较危险高风险的一个行业 形成一项成熟的投资模型,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说说不要进入这个市场,不要抱一夜抱负的思想 那么,说说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 那么我们怎么走,那这一波应该怎么走 多天我们也是能够知道这一波利润的话 也是挺可以,挺可以 先说说整个环境的分析 那么最近央行发行的一个 DCEP的一个,以央行为中心的一个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那么这个数字货币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那么实际化,央行发行这个数字货币是对我们 或者对整个市场有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 因为它是一个去中,它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东西 就是说啊,你利用这个东西没有啊 它的特点就是啊,你没有网络也可以作为交易啊 就是手机碰一碰啊,就可以进行一个交易了 进行一个交易了 所以说它比那个支付宝还有微信还会更牛啊 更牛啊 这一块啊,所以说未来会有很多人会普及到应用里面呢 那么这个现金纸钞的话就会被废除了 那么有很多贪官的话 他手里面有很多现金的话就止于变现 不然他的钱就花不进去,等于充公了,充公了 所以说这段时间有很多人想拿这个现金进行变现啊 可能国外啊,这个市场比较活跃啊 那么最近啊,我冷眼也看到了啊,国外的支付宝转账回国内的话也是收到了限制啊 收到限制 那么说明现在的管控越来越严格了 严格了 说明对这个金融管控的越来越严格啊 那么未来会发生怎么样呢 那么关于这个数字货币这个DCEP,我冷眼认为有几个观点 第一啊,就是啊,大家的钱就透明了啊 可能被管下起来啊,更加的简单了,被别人管控了啊 所以说你想做一些犯罪的事情很难能逃脱啊 控制你的钱包你等于就废了啊,就废了 所以说未来的犯罪几率会大大的降低啊,大大降低人类的 就是啊,人类的资产也会被进行了一步控制啊,控制 所以说这很多人都是一个啊,致命的一个啊,打击吧,打击吧 就是很多人啊,有很多人想转到国外去啊,去进行一个投资 但是很困难很困难,在目前来看是非常困难的 你想赚一点钱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的话,以龙眼来看 那么说说,关于这个东西,大家是不可疑惑的,这个东西 它是这个,这是个币啊,这个DCEP出来的时候 因为啊,如果不管控这个金融的话,一旦动荡的话,非常的危险啊 非常危险,说说,管控是一个币啊,管控是一个币啊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怎么操作呢 那么龙眼也是进行了一个大的一个分析啊 大家还是要啊,能把这个现金啊,搞到国外去,就搞到国外去啊 从现在,如果现在的话,过段时间真的是搞不出去了 那么你的钱就会缩水,缩水 它也会蒸发,那是无形蒸发的 那么如果是个出售货币的话 因为它那个印钞的成本没有了 还有印什么都没有成本了 所以说它直接发行啊,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直接发行 它就可以出现输出货币了 所以说就非常简单一操作 那么对我们输出货币整个市场是利好还是利空 那龙眼烟尾啊,龙眼烟尾是一个利空的一个 利空的一个,不是一个利好的一个局面啊 因为它是让这个整个市场更加的中心化了 而不是去中心化啊,所以说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啊,违背了我们初衷 所以说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转向投资比特币啊 投资比特币,那么对比特币来说啊,有可能啊 是会产生了并且一波的一个史上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啊 大的一个冲击啊,那么说说今天的行情温习吧 行情温习吧,我们啊,我们做了怎么一个调整呢 那么,昨天晚上我们进行了一波啊 从7200美金的时候要进行了一个抛盘啊,这个位置啊 位置一个抛盘,那么抛掉了啊,抛掉了 抛到了,但是还没有接到啊,还没有接到我们啊 这个位置我们从这里抛掉了 我们牛市群里面的朋友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啊,这个位置是进行了一个抛盘的一个抛盘的一个动作 做了一个指引的一个动作啊,做了一个指引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我们已经是转到了,转到了这一波啊 好,那么我们准备在下方啊,下方进行一个啊 进行一个啊,比较深的一个逃利啊,逃利啊 逃利啊,逃利啊,逃利工件还是比较大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30分钟的线啊,完了分钟的线 还是那个位置啊,做得非常好啊,还是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 那么这个位置啊,肯定是这个位置的啊 这一片啊,这一片,这一片都是密集的区域啊,密集的区域啊 像转线的话,你在这一片蓝结是没有错的啊 这一片蓝结啊,这一片 你能够在这里抓住一波的话,你就能吃到啊 吃到大概600美金左右的高度啊 能够吃到这一波啊 吃到这一波 四五百美金左右啊 这一波你这一段是完全可以吃到的啊,明白吗 就是你在这个位置啊,定是一个啊 多军的一个 一个定,一个投资,它是可以啊,获利的这一块 明白吗,就是这一块啊,这一段啊 你们是完全可以吃到的,明白吗 说说冷眼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可能做一步空啊,做一步空啊 它会到达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今天晚上的策略就是这样了啊 策略啊,今天晚上的策略就是这样啊 进行一步做空啊,这一步啊,做空啊 可能是200美金左右啊 200美金,那么大概是赚 200张的话啊 大概是赚4万美金左右啊 今晚大概是赚4万美金左右 那我们来试试这些波吧 那么啊,现在已经挂单了,挂单了 肯定是能吃到的,这一波 没有 应该下方的量,因为它不是很多啊 你看下方的量啊 它的量不是很多,所以说有可能会吃到这一波 这一波它是赚4万分量不是很多啊 是完全可以吃到的,完全可以吃到这一波 那么是没有什么毛病 目前是7073美金啊 所以说大家能够抓住这波机遇的话 也能够抓一些钱 那么最近我们的合约群里面是非常牛逼啊 昨天晚上啊,有很多朋友吃到肉了 吃到肉了,每天晚上基本都有朋友吃到肉 没有吃到肉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挂单的 不会挂的,不会,不会操作的啊 不会跟着公告来操作的 因为没有玩过啊 所以说他们不敢玩啊 有些朋友他一玩就赚钱啊 一玩就赚钱啊 不用特定的那些数字货币啊之类的事情 所以说你们按照这个东西来操作的话 就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 一步步的操作就行了 只要你敢学习啊,那你一定会能学会的 不说三到五天的时间呢 那你花个,花个一个星期啊 一个星期,基本上你能够学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 五码推测战法 一些都能基本的学会啊,基本的学会 后面我的课程也会出现一个五码推测的战法 教会大家如何使用一个中线后利的一个方法 非常好用啊,非常好用 那么他的这个胜率也是非常高的 胜率也是非常高的支付啊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证率啊 和这个合约的水平啊,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差不多 所以说你能够学会这个东西啊 你就很牛逼了 在这个市场上能够吃惩江湖啊 能够刺插一方啊 能够夺得一片属于你的一个天地嘛 很天地嘛 所以说我再建议大家去学习这个五码推测战法 就非常好啊 所有的粉丝都应该学习这个五码推测战法 能祝你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能够更好的盈利还赚钱 那么大家想领取这个草币密集的话 可以在下方回复666啊 回复666,然后添加我助理的微信 就会领取到了这个草币的口诀啊 草币的口诀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啊 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点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 我每次发出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啊 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见 拜拜